故意放火烧山的鸟,你见过吗? 画面中的这个走路略显滑稽的鸟 就是本期视频的主人公 澳洲大地上的芳心纵火犯,黑鸢 别看这家伙长相十分呆猛 却是一件正经事都不干 澳洲本地人每年会利用大火来清理当地的杂草 方便自己种植庄稼 但当地有很多的树木 大火一旦蔓延开来 对于当地生活在森林中的动物十分不友好 每年都有大量的动物死在澳洲大火之中 而当动物们都在四处逃窜的时候 却有这么一种动物反其道而行击 而它就是黑鸢 黑鸢最擅长的就是趁火打劫 大火对于黑鸢来说 那就是免费的烧烤自助餐 大火吸引了无数的捕食者前来 而捕食者多了以后 竞争也就多了起来 当大家都吃饱喝足后 生活也开始逐渐的熄灭 但在这其中 总有一些黑鸢觉得意犹未尽 而在这个时候 有一些黑鸢就产生了坏心思 它们会叼起地上还未熄灭的树枝 然后将它丢到干枯的草丛中间 就这样 刚刚熄灭的大火又重新点燃 因此在当地 人们也将黑鸢成为火鹰 澳洲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火灾 每次都会给当地造成不小的损失 并且有很多小动物都葬身火海 这让澳洲大火发生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因为这些聪明的猛禽 而是因为雷电 或者当地的人为纵火 不过 这些黑鸢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还是在一定程度上 对澳洲大火产生了一些影响 而这个芳心纵火犯 凭借着自己保护动物的身份 依旧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天空中翱翔 而当地 除了黑鸢这种鸟类外 还有很多鸟类 也会采用这种方法 来达到捕食的目的 曾经就有位鸟类专家 在两年的时间里 就曾亲眼目睹了20多起猛禽纵火事件 这其中 除了黑鸢外 还有很多当地的猛禽 虽然纵火后 这些猛禽得到了食物 不过 却苦了在森林中生活的动物 画面中 一只烤拉就坐在大火的中间 澳洲持续的山火 将她的身上全部灼伤 这具毛发的她 无助地坐在火中哀嚎 幸好救助人员发现了她 并将她带出了困境之中 当救助人员看到她的时候 烤拉已经奄奄一息 救助人员 先是给这只烤拉喂水 并且不停地朝着她身上浇水 来降低她自身的高温 在进行了一系列简单的操作后 救助人员急忙将烤拉送到了救助站 到了救助站 即使烤拉已经浑身重伤 也没有忘记先吃饭 经过兽医的检查 发现 已经衰竭 依旧没有好转的可能性 最终 这个可怜的小家伙 在睡梦中 安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这 只是澳洲大火中 烤拉情况的冰山一角 事实上 这场大火 整整持续了四个月 无数的烤拉和袋鼠 死在了这场大火中 根据粗略计算 大概有超过六万只烤拉死亡 澳洲多地也纷纷宣布 烤拉为冰威物种 作为澳大利亚的国宝 烤拉是一种珍贵的原始树期动物 它们主要 靠澳大利亚的安树叶为生 不过 因为安树叶有毒 因此 烤拉每天 有接近20个小时的时间 都趴在树上呼呼大睡 这其实 也是在消化安树叶的毒性 树带熊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树上度过的 它们几乎不下地喝水 除了觅食和睡觉外 它们就静静地 在安树上坐着 也正是因为 它们这一特性 在发生火灾的时候 烤拉们 根本无法及时逃脱 这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而除了大火 导致烤拉数量减少外 当地人的捕杀 也是导致烤拉数量 减少的原因之一 在2000年之间 大量的烤拉被杀死 它们的皮毛 出口到各个国家 直到国家内的民众 开始抗议 政府 才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 来保护这种 可爱的动物们 而在澳洲大火中 有这么一种动物 拯救了无数小动物的生命 它 就是在澳洲大火中 救度无数的小英雄 也是世界上 唯一一位 能拉出方形便便的动物 而它 就是澳大利亚的大屁股 带雄 从外表上看 带雄软萌又可爱 但其实 带雄的身长 可以达到一米以上 作为一个与世无中的小可爱 带雄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挖洞 带雄过惯了学区生活 喜欢在洞穴里睡觉 于是 为了挖洞 带雄进化出了一双 坚硬有力的前爪 它们的洞穴 能达到10米深 宽度在60厘米左右 整个洞穴通风又属实 并且 带雄的洞穴 可不止一处 带雄 会挖很多洞口 将它们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根据研究来看 一个带雄的平均气息面积 在1.7平方公里 于是 在澳洲大火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说 带雄 不仅为其他动物 提供了避难所 陷阱 它会主动邀请其他动物 来到自己的巢穴 对于这种说法 带雄 就要向大家辟谣了 首先 带雄 不会邀请别人 来自己家里 只是他们比较佛系 只要对方 没有威胁到自己的安全 因此 并不介意其他动物 到自己家里小住一段时间 虽然它们 没有主动救助的意识 但 由于它们的洞 四通八达 于是 在大火的时候 很多动物都选择 躲进这些洞里 也算是带雄 渐渐性地保护了这些动物 而作为澳洲大地上的 基建狂魔 带雄 还有一个大大的屁股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带雄 就会躲进自己的洞穴里 而躲避的方法 也十分有趣 他们会用自己的屁股 如果非要有 不要命的动物硬闯 带雄 就会在屁股上方 流出一个小洞 等到敌人 进入这个小洞后 带雄 直接发动铁臀弓 将敌人一网打尽 不得不说 这一招 虽然伤害性不大 但 侮辱性极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 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